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了 说世界各地感染新冠的患者的激增 疫情不排除有卷土存来的可能性 广东省它7月份这个新冠 比6月份它多了一万多人 中国人普遍的免疫力受损的情况非常严重 其实越来越多年轻人出现重症 乃至死亡的这个情况 这是在其他国家也比较少见的 以前欧洲黑死病或者是中国古代 它对付传染病的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隔离 但现在不行了